最近全球几乎都在压住AI 各国的科研资金稳由洪流般有向技术巨头 从研发模型到抢芯片 再到全球布局风头轻轻 但你绝对想不到有一个国家 新加坡在这场AI风暴中的表现如此独特 这是一个总人口既有600万的小国家 从地缘政治到既然气缘都毫无优势 但它却焦焦成为了全球AI投入的领跑者之一 更令人震惊的是 新加坡在AI这条赛道上 似乎完全不像其他国家那样焦虑和激进 它既不高调也并未all in 可却用60万亿赌了一场必不可少的未来局 这到底是天才的国家级角者 还是一场看似冷静却大胆的拼命一搏 今天要我们深度拆解这个 小国的国家级AI投机思维 找到它改压60万亿的底牌 以及每个人从中可以学到的生存哲学 通常当一个国家大手比押注科技产业时 背后大多是以与其他国家竞争为目的 比如争夺技术化语权或扩张科技影响力 但新加坡的思维完全不同 它压住AI的真正目标并非为了击败对手 而是为了抵御未来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全球国有基本规模目前高达55.7万亿美元 新加坡虽止排名第七 最管理着2.16万亿美元的国有基本 这些基本在别的国家 要么用于弥补财经漏洞 要么用来拖住就业或挽救垂危产业 但新加坡并不这样做 它的策略更为深刻 它不是在用钱搞对抗 而是在用钱对抗时间 对于新加坡来说 AI并不是终点 维护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才是最大的目标 新加坡凭什么有底气 答案其实很简单 未来的不确定性就像一场持续增加的洪水 而修好机时打牢底层比建高楼更重要 许多国家追逐AI 动力来自科技通波的诱惑和产业化的前景 但对新加坡来说 AI更多是一种生存哲略 而不是一项技术梦想 这背后有三个关键的逼迫因素 人口短绝 高劳动力成本和缺乏内需市场 新加坡极低的出生率让其成为 转走人口增速最低的国家技艺 劳动力增长长期低于1% 攻击水平过高 则意味着依赖纯人工 难以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此外 新加坡并不像中国或印度那样 有王大的内需市场 无法通过本地规模分担生产成本 因此 AI对新加坡来说 并非选择而是必需品 数据说明了这一切 新加坡服务业占据低批的70%以上 这意味着生产率的每一点提升 都会对经济有显著帮助 在这种局面上 用AI提高效率和维持生存能力 显然是这个小国与未来独局中 唯一能够站稳脚跟的办法 一提到AI 许多人都想到聊天机器人 报馆APP或生成图片的AI工具 你可能也以为 新加坡砸重金投入了这些风口 但事实远非如此 新加坡的AI投资 真正独特的是 极少关注那些顺固的应用项目 而是将目光投向了 支撑整个国家运作的隐形力量 从算力到复杂的城市管理 再到金融封供 新加坡的战略是布局基础设施 而不是追究短期热点 它的夺机集中于三大方向 数据中心和云算力 这为整个数据经济打造底层支撑 金融及AI服务 比如银行封供 反洗钱技术和高频市场分析 保障全球金融中心地位 以及城市及管理系统 用AI优化交通能源和政务效率 这些领域看似不齐了 但却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压60万亿显然让人不禁担心 风险有多高 而新加坡恰恰是以风险分散哲学著称的典型代表 它设计了一套三重刹车系统 第一项目不会弹压某项技术路线 而是为多个技术方向分配基金 第二 投机分散于多个区域 包括美国 欧洲和亚带 避免地缘静止的不确定性 第三 几乎所有投机都延长到10到20年 减少短期波动的冲击 由此一来 新加坡在技术发展路径的选择下 可为滴水不漏 真正高明的是 这种投机方式 更像是在修一条可循环的基础快速路 而不是张助的跑短度赛道 它并不追求短期的大新闻 而是把目光锁定在时间维度的可持续性向 最后总结来看 新加坡压住AI看起来是技术上的大手笔 但其底层逻辑却揭示了一种 关于国运决策的深层哲学 一些国家赌机员 一些国家依赖人口公立 但新加坡要的是管理能力 科技分散 优先解决基础性问题 通过精细的策略 扛过长期不确定性 或许有一天 如果AI遭遇挫折甚至失败 新加坡依然能以较小的代价继续前行 因为它一直赌的不是某项技术 而是它的国家调控体系 用60万亿压未来 小国为什么敢下的这么狠 今天我们也许找到了答案 赌的是时间 是国运 事成是与个人的明天 如果这些内容 让你对未来的AI时代 或者国家走机策略有了新的思考 就请记得点赞订阅频道 并在评论区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 还有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着你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